香港每日產生大約1萬5千噸廢物 要處理大量垃圾 除了送去堆填區 有環保組織認為 墳化是另一個可取的選擇 與香港一海之隔的澳門 早在1992年就應用墳化爐處理垃圾 廢物體積很大幅度地減少 令到最後堆填的數量或體積都減少 所以對於長遠來說堆填的壓力 墳化爐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港府多年前開始研究興建墳化爐 並且最終拍板選址石鼓洲 但計劃就遭到長洲居民和保育人士反對 先後提出司法覆核 擔心排出的廢氣污染空氣 破壞生態環境 不過環保組織就認為 相對垃圾堆填 用墳化處理廢物 可以減低垃圾的難民氣味 但是墳化爐不可處理全部固體垃圾 擴建堆填區有迫切性 如果我們沒有了堆填區 要全部用墳化爐 是要建三個超級墳化爐 才能解決 所以其實都不會是一個長遠或開始做的方案 擴建堆填區我們長遠覺得是有需要 不過我們覺得更加重要的就是要盡快實施 垃圾按量徵費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因為如果只是講堆填 而不講減費 其實堆填區又會很快爆滿 環保組織認為香港人棄置費物量相當高 加上近10年先後推廣費物分類回收 成效有待改進 建議政府加強環保教育 令市民習慣從源頭減費 香港寬頻電視記者 郭詠詩報導 多謝 郭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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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詞